你有沒有試過在玩Pokemon的時候被電速技能打中會麻痺 被兵速技能打中會結冰 被火屬技能打中的時候會消傷 就連用95%命中的招式都會失誤 這樣的話以下這隻改版就適合你了 在這隻改版裡面你的對手永遠都可以爆擊 永遠都可以有追加效果 這樣的話就不用再猜會不會是自己非洲的問題 這隻遊戲就如一開始所說 它就有一個遊戲的機制 不算是任何劇情上的改版 單純在這個戰鬥上有些改動 這個就叫做RNG Strike 這隻遊戲就... 它除了這個遊戲戰鬥裡面有少許改動之外 即是那些什麼命中率之外 其餘那些劇情上都沒有改動 好那我們馬上就開始看看 基本上都是中文的 它不同的只是在戰鬥方面 OK 那我們來... 開波啦 我們來看看 究竟這隻遊戲的機制我可不可以玩得贏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一些非洲的情況 在這隻遊戲裡面 所有非洲的情況都是100%會發生的 這個也挺有趣的一個狀況 究竟我可不可以在這個... 非洲的環境下脫泳而出呢 就要看一看 其實一開始呢 第一波的戰鬥你已經可以看到有些不同 有機會其實是輸的 那... 還有先說了 它就是有些技能 如果你命中率 如果不是100%的話 它是全部都會失去的 全部都會失去的 所以奇異種子那些什麼 技生種子啊 碎粉那些應該都不會中到的 那所以呢 這一點我們需要好好考慮 究竟之後要用哪隻重 那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最強的應該會是水 我覺得 車里龜我們選 車里龜應該挺強的 要幫他改名了 不用改名了 OK 它已經選了奇異種子 有點害怕啊 我們先看看吧 正常來說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 對了 那這裡呢 你看到它衝擊 是95名中 但我不知道它這裡會不會 什麼都不中 如果它不中我就玩完了 OK 看一看 我們先看看 對面比我快 用了衝擊 對了 第一一下已經爆擊了 我們依然打到它 證明這招技應該是 正常的命綠率 正常的機制 採取了 對了 兩下都已經爆擊了 所以其實一開副一定會輸 一定會輸 對了 是必定會輸 因為它一爆擊 其實相差很遠 我們這裡 搖尾巴是 選防 我們試試吧 試試搖尾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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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怎麼弄 我們開始選奇異種子 我們先看看他的技能 也是衝擊的 其實是否不應該選奇異種子 他也是35名中 不是 95名中 95名中35攻 他的利爪已經是兩下可以挖死了 難道我們要用小火龍? 訓練師 他已經打不中了 這個已經沒辦法打得中了 既然這樣我們就試試用小火龍 看看他會 都是這樣的情況 他是不是有教這個情況怎樣做 因為我不知道怎樣做 尼爪這招 哦,對 小火龍100%命中 所以我們一定要選小火龍氣壽 他逼我們 因為我想 我自己的 腦裡面已經思考了 車理龜應該挺強的 但如果他沒有給你用車理龜 那應該是挺麻煩的 OK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開波了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每一下都會撞到怪 每一下的草叢都會踩到怪 但不要緊 我們依然還有機會可以贏到 嘩 怎麼會有鐵炮在這裡 What 嘩 怎麼會有鐵炮在草叢裡 怎麼會有鐵炮在這裡 這遊戲沒有改造什麼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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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這樣轉方向看都可以踩到怪 它這個觸發率也真的... 它這個撞怪的觸發也很麻煩 視線一蹴都升不到 又有鐵豹魚? 為什麼這個草蟲會有鐵豹魚? 是不是這個版本有什麼問題? 這個版本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有改度? 劇情上沒有改,但是分佈上有改 OK,用了搖尾巴 終於贏了 終於可以贏了 這個版本很麻煩 我要怎樣升級? 我不是要這樣跌屍體去升級嗎? 開朗性格 可能會有什麼? 加速減特攻 OMG 減特攻? 我覺得小火龍我遲早都不會用 我覺得小火龍遲早都不會用 沒有我真的要跌屍體 對 對 這裡又死了 可能要買大量的藥品 我覺得應該要 真的在中途吃 想過關就在中途吃 火花 火花好像有機會 OK,火花用到了 非常好 我們終於可以抵達到第一個草蟲了 太感動了 終於過了第一個草蟲 OK,我們準備第二個草蟲了 OK,我們現在有了到 經過我們訓練一下 不要 嘩 又是鐵豹魚 是否瘋的 唉呀 我覺得他是專門放一隻水蟲 我覺得他是專門放一隻水蟲 去阻擋我們的小火龍玩家 因為如果你用車里龜 你是沒辦法去打 車里龜 跟其義總之那些 你是沒辦法打得贏的 剛才第一場 不是 是出去了出不了 因為你一定升不到 對,升不到 夠了 OK 我們出 我們去到第一個城陣 會不會已經15個勝利 嘩,又是你 其實這個遊戲如果我不是黑屬性 即是如果我用黑屬性這樣打才有機會贏 即是這個遊戲變了 即是好著重屬性上的黑傷黑都變了 還有附加效果你不能觸發 譬如人家的燒傷可以燒傷我 即是人家的火技可以燒傷我 即是人家的火技可以燒傷我 但我的火技應該是燒傷不到人 所以就沒什麼用 沒什麼作用 OK,我們終於可以 你現在已經死了 你現在已經死了 你現在死了 當我正想說我的火花終於可以一下子打死人 誰知道他出現一隻鐵炮魚 將我這個念頭狠狠打碎 不要再這樣了 我想買精靈球 媽媽,我想買精靈球 請問我什麼時候才能去到第一個城市 不要再做鐵炮魚 鐵炮魚 鐵炮魚 又是鐵炮魚 OK 我們嘗試走另一條路 可能另一條路會好些 OK 繼續有這些 麻煩 寶鼠、雀鳥 這些最好 嘩,又是鐵炮魚 五顆鐵炮魚我都輸了 足夠了 23 OK,幾經辛苦 我們終於再次穿越 第二次的第一塊草叢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 過到去 千萬不要出鐵炮魚 麻煩你 而且之後的那些都不能出鐵炮魚 OMG 又是鐵炮魚 立即送我回家 厲害 他一下水槍一定會死 因為水槍幾多 水槍 水槍好像一百多攻 因為計算爆擊的話 嘩,第一架 第一架就是鐵炮魚 我覺得今集 的內容就是圍繞著在這塊草叢 不停在這塊草叢 來回去 來回去 我怕我去到第一個城鎮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新上的草叢 他有沒有一個地方讓我升 除了這塊草叢 除了這塊草叢 波河 又是你啊,鐵炮魚 這塊草叢 很難搞 這塊草叢 是不是作者的惡趣味 一開始就有鐵炮魚 一開始就不用鐵炮魚 我都死了 還弄鐵炮魚 還要黑著我 這隻很惡趣味 我應該沒什麼可能可以頂到他一下水槍 除非他五吶 五吶我就問水 十三叢 準備成為火空龍 合金爪第一招技能 十三叢的時候 學了第一招合金爪 但是合金爪 據我所知好像是九十五還是九十 沒錯 那真的是 永遠都不會中的招 所以是廢招 眼中 現在只有利爪、蠔、叫和火花 OK 有沒有機會 OK 成功過了第一個草叢 這裡我們就這裡 OK 第二架 OK 二十三 成功又死了 OK 再次來到第二塊草叢 不要有鐵炮魚 OK 最後一格有鐵炮魚 好遊戲 好遊戲 歡迎回家 聽起來你似乎經歷了一些相當的冒險 或者你需要休息一下 你和你的精靈看來精力充沛 剛剛從大木博士那裡得知 精靈的HP就是他的體力 當你HP很低的時候就去到精靈中心回復 就可以去到買一些雙藥 加油孩子要堅持到底 不是媽媽 我連門口都出不到 我怎樣堅持到底 我怎樣去中心 你教我 我給錢給你幫我買 當我每次去到最後一格 又或者是第二三格的時候 就出現鐵炮魚 OK 我們再次來到第二格 鐵炮魚又出現了 我覺得我第一個城鎮都沒到 就已經火空龍了 嘩 不是 馬的 你竟然又飛沙腳 你這條神經病 一會見到鐵炮魚 我們就唯有試試走 OK 有沒有機會 終於 有沒有機會 嘩 應該走到14 哎 終於走到了 終於走到了 OK了 OK了 因為我們成功升了禮 所以他那個逃走的機率就提高了 OK Oh No Oh No 為什麼 又不讓我走15 非常開心 我非常開心 我們看不見 我們去睡覺 這裡 就好 我會想到 有什麼 會想到 我還要 太愛 我會想到